就是一把年纪还一直不断地在分享这些事情 在罗罗所说的 我讲三个罗耶 是不是三连音 罗罗罗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 是之夫妻好心情 我是冠好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挑三天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从日文请进小剧场跑过来了 对 我们是同一天路 很有效率的 我们今天要发挥处女座正面性格 就是她们非常有效率 然后不啰嗦的特质 就直接开始分享音乐的事情 OK 不要闲聊 好 因为处女座的人没有耐心听这么多 哦 那我们上一集怎么回事呢 上一集是做啊 还是很想要个人表示 你啦 上一集处女座第一集 对 真的啰嗦死了 好 那我就直接来带来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我算是想了蛮久的 嗯 因为真的觉得 这个个性跟我本人是非常的不同的 嘿 对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听到 这首曲子是 非常非常没有停歇的 嗯 它没有什么慢下来和停止的部分 嗯 所以呢 就是代表她们怎么样 很劳碌命 好 她们就是从一直在工作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嘛 嗯 可是这个证明中啊 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 她们还是有她们很热情的那一面 嗯 那个热情是比较隐性的 看起来听起来像是一个慢歌的感觉 但是其实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些 嗯 节奏感在一直支撑着她们 嗯 好像是你听起来像是很多手在完成的感觉 哦 对 我希望强调的就是 她们非常非常的分身法术 然后是她们中间 虽然说有很多的节奏在不断的交织 嗯 可是她们还是维持着非常非常稳定的 往前的那根步伐 嗯 好 来那我就来带来这首曲子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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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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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